我印象最深刻的选手应该就是那个韩国DRX的SDAX吧 他担任的是队伍里的指挥嘛 也是团队里的大脑 然后同时枪法又特别准 然后游戏理解也特别到位 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榜样 ASPAS 他的捷锋的进攻性很强 优势的时候不怎么会去浪 然后劣势的时候会发挥他的进攻性 应该是BOLSTER吧 第一次在土耳其的时候 他就跟我打招呼很友好 对我特别热情 也送我一些小礼物嘛 然后上次在巴西的时候 我也进行了一个回礼嘛 所以说我感觉这是一段跨国的那种友情吧 那种感觉 我倒是没发生过什么故事 但是我对一位选手他叫BOLSTER 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 因为他在弗南提克坚持了这么久 才拿到一个世界冠军 我从他的背后看到了我刚才所说的坚持不懈 好 好 好